謝謝大家晚安 我今天看到這麼多人 開始有點嚇到 謝謝大家來參加今天星期畢業 巨變新世界的沙龍的座談會 非常高興 因為大家其實對台灣的永續發展 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氣候面前全球暖化當然是一個因素 能源的選擇 是不是只有單一的選擇 或者還有其他可能的替代的方案 有沒有一些讓大家覺得 可以比較舒服一點 可以有去發展綠色的能源 可以來做替代 然後還有最近食安的問題 其實環境的變遷 還有一大部分是我們人為造成的 就是食安的問題 產生很多很多的環境荷爾蒙 影響很多的疾病 那我們都非常非常的憂心說 這些人為環境的影響 其實對我們健康產生很大很大的 一些不好的影響 那高總經理其實 上次我們在食安的問題的時候 也開了一次作談會 他一直跟我講說 我責務旁貸的一定要把食安的東西做起來 所以我們已經開始弄了 已經開始動了 所以希望說我們也替台灣 經營一點面部之力 來幫忙看看怎麼食安的推動 讓大家可以在這裡可以 食的安心 然後這個環境對我們更友善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李院長 現在談能源的問題 校長 郭總經理 周圍院長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今天很高興 我們到社會社會學院 參加這個薩蘭的討論 我們每個禮拜都到園文所 每次都經過這裡 但是每次感受就是 為什麼他們這麼不好看 我一直覺得台湾應該是可以更美麗更漂亮 不過今天我們討論這個議題是 非常嚴肅的一個議題 我們都知道台灣現在缺水 我常常在討論說 水是到農業呢 或是到農業 有很多討論 但是我們如果看亞洲的各地 馬來西亞在晃洪水 印尼 泰國 都是洪水患難 你如果到美國也看到加州缺水 這是一千年來最嚴重的一次 你如果到東海岸 會看到大溫泉 台灣今年也逃破了紀錄 是最熱的一年 如果你再往前看 看到前幾年 菲律賓的這個 海岸颱風 著陸的時速是三百公里 一過境 死了七千多個人 這裡當然也反映到環境的變遷 跟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 不公平不理想的地方 不過我們如果這樣看看現在正在發生的事 跟目前的情況 我們如果這樣繼續走下去的話 我們是沒有將來 我們年輕的一代是看不到將來 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是因為在過去的五十年之內 我們地球上 人類的數目增加太快 上個世紀從十五億 到上個世紀結束的時候到六十億 今天有七十億人口生活在地球上 到二十五年年 我們推測將會有九十五億人口 人均消耗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 在過去的五十年之內 我們地球超債 這地球真的是超債 超債的意思是 以前好幾百萬年 我們地球上生物的成長發展 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 都是靠著陽光 陽光普照大地 把人類產生的東西都能夠在地表上 一直在循環 但是從不業革命發生之後 我們人類社會慢慢慢慢地 脫離太陽也脫離大自然 走到現在已經超債了 陽光已經沒辦法把人類排出 排放出來的東西回饋到大自然 已經沒有這個能力了 所以目前我們如果看 我們說地球是超債 最嚴重的是什麼 就是環境變遷帶來的温室效應 因為畢竟人類是生物在地球上非常薄的一層 我們叫做大氣圈、海洋圈、順固圈 這只是非常薄的一層 也許可以到幾公里薄薄的一層 隨著二氧發展排放的增加 陽光照耀到地球 它輻射的溫外線被污視器吸收之後 地球表面的溫度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增加到現在我剛才看到 因為我在剛才講到的是 整個氣候的變全變得非常嚴重 今天其實我們已經到了所謂臨界點 如果會氧化的濃度再增加的話 我們集團氣候會看得很嚴重 結果我們又看到很多地方政府稅收的錢 都會在花在在後存建跟防災的工作上面 我們會越來越慘 越來越慘 另外我們也看到物種的消失 消失得很快 海洋的酸化這些都會影響人類社會 非常的深遠 不過今天我如果再退一步看 我們都知道這是全球的問題 這是全球的問題 不是說美國它有能源政策 處理了它惡氧化產的排放量 世界就備好了 不是 但是我們也看到 雖然說這是全世界的問題 但目前人類社會從政治的觀點看 我們都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 在處理一些事 所以像兩年前 旅約加二十的這個會裡面 剛開始的時候有很多理想 但是每一個主權國家反對的都消除掉了 消除到最後 剩下的這東西已經是沒有什麼著力的地方 這是我們目前看到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全球的問題 以主權國家為單位 共同來解決 還是有很大的缺失 所以今年 在年底有一個叫做COP21 在巴黎舉行的會議 如果這個會議 真正的全世界的人 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好 我們要共同努力 極速地減碳 如果真正做到的話 或是人類可能是走向另一個世界 另一個世代 就是全世界的人 共同想辦法解決人類 共同的問題 也許這個是經過 Carbon Taxation 探稅 全球的探稅 是整個世界有一個組織可以解決人們的問題 當然 我說這個是全球的問題 不過 我們如果從社會的目前的狀況看的話 我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剛才說 我們人類社會已經在地球上超在 超在 但是很多很多我們超在 怎麼解決的討論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看到的就是 很多社會的價值觀 跟我們對整個人類社會怎麼看 是有很大的差距 或是如果說 我們的地球已經超在 那麼 我們現在說的 或者是已開發的國家 發展中的國家 或者是未開發的國家 這些觀念 對嗎 如果整個地球是過度開發的話 那 已開發的國家 應該我們要成為過度開發的國家 美國是這樣 歐洲這樣 台灣也是這樣 韓國 日本都這樣 這是已經過度開發的國家 今天如果我們談到要解決能源的問題 我們不能不承認 就是世界上 百分之五十的能源 是只讓十億人口的消耗 剩下的六十億人口 只用剩下的一半 最低的一個必須十億人口 幾乎是得不到像樣的能源 這個事情 我們如果不看清楚的話 我們一直說 我們要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 但是我們第一個要問的是 什麼叫做發展 什麼叫做開發 不讓他永遠找不到答案 永遠不能解決問題的 今天春天 我到這個 黃帝肝 參加Pontifical Academy Science的會議的時候 這個Paul Francis 在會議之前就說 說為什麼看到科學跟技術的進步 沒有使最貧窮的十億人 脫離飢餓 脫離貧窮 而是只製造一些超級富翁 Billion 製造了一群Billion 所以他那時候也有感而化地說 我們說全球化 全球化 全球化的是什麼 是我們的冷夢 而我們經濟的發展 是在排斥著經濟的發展 大部分的人得不到好處 而這個是我們對目前 對我們的社會要好好認知來看的 這不只是科技的問題 這真的是人類價值觀 對社會的發展怎麼看 所以如果我今天說 一個人活在地球上 一個人活在地球上 真的要用那麼多的能源 10kW才夠嗎 兩個kW不夠嗎 到底什麼叫做開花 我們人均所得 我們人均所得 要到美國 這麼高 才算是開花嗎 我想這些都不是 都是要好好的來檢討 當然我從科學的觀點來看 科學的觀點來看 我說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後 人類慢慢的 因為要使用很多的能源 陽光不夠用 就從地底下 花化石燃料來使用 結果到今天 人類社會使用的能量 大半度是從化石燃料燃燒得到的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說 好 我們要走入低碳社會 其實我們講的就是 我們要脫離化石燃料 回歸太陽 因為太陽給我們的能量 一個小時之內 傳輸到地表的能量 就相當於人類社會 一整年所用的能量 能量是很大 很夠的 只要我們怎麼樣來利用 我們要好好的利用 今天科學化展導現在到這個階段 如果我們看 太陽光轉化為電 這個效率跟價格看的話 我想在十年之內 大家都會看到 燒煤 燒石油產生的電 跟陽光供給的電 陽光供給的電 會有競爭力 不會比燒煤 燒石油的電 會更貴 這科學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有個問題是這樣 石油跟煤炭 你把這個東西開發出來之後 用送到別的國家 所使用的能量跟它本身還用的能量 比的話還少 但是目前的科技是 如果把太陽光變成電 我們沒有發展儲存電的方法 就是怎麼樣把電儲存 吸電池 或者是把電解重新跟氧 然後把超越國界的來輸送 那我們就達不到所謂陽光或者是風力 也是陽光給的這些能量超越國界的來用送 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你如果看 你現在到加州看看 很多人屋頂上有太陽能板 我最近到美國到上街 我看到我以前的學生 他有一個很大的房子 他已經不買電了 他的汽車也是電動的 他笑著跟我說 李教授我知道你非常關心這方面的事 我現在已經不買電了 陽光給我的電是夠的 他就問我說 李教授你在台灣能做到嗎 我說很難 為什麼很難做到 幾乎不可能做到 因為在美國 一平方物理住 三十個人 台灣每平方物理住 六百三十個人 所以如果每美國一個人 有一塊這麼大的土地 可以吸收陽光 台灣只有他們的二十一分之一 今天我們看到 阿拉伯國家很多有私有的地方 變成很富有的 有一天我們能夠把陽光儲存 或者是改變它的形式 和自由收送的話 那麼有陽光的地方 就會變成現在的阿拉伯國家一樣的富有 像加拿大或者是 特別是澳洲亞這些國家 但是這次科學的進步 到現在是走到這裡 所以我們如果再走回來看台灣 我們怎麼走 全世界都在努力 要急速減碳 急速減碳 我們在這方面做的不夠 我們沒有真的是努力 來做急速減碳的工作 很多國家 比如說我上個禮拜看一個節目 在英國 英國整個國家說怎麼樣減碳 減碳到2050年要減到 每個房子新蓋的話 它是不消耗 就是只靠陽光跟隔熱 以及不消耗外來的能源 整個國家減碳的步驟 從工業的部門 從人類 他們老百姓生活 所需的能量的減少 它有一個非常完整的規劃 所以在中學上課的時候 學生都在討論 討論說整個國家 急速減碳的過程裡面 工業部門要怎麼做 我們怎麼負責 社會怎麼轉變 他們都在努力 我們現在是 比較落後 落後的一個原因 我想不必在這裡 做深入的分析 但是我們真的是 要醒過來 我們如果不努力 我們如果不努力 在整個世界 在轉變過程裡面 我們如果不做出貢獻的話 我們會看到一代一代的 沒有幾代 我想說一代一代 大概五十年也只不過是兩代吧 我們就會看到 真的是不能夠重割的這個境界 如果全世界都努力做到了 我們呢 我們如果 我們如果以為 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可以不管這一套 完全是不對的 我們製造的東西 他們的足跡太大了 也不能輸入到別的國家 所以我們在很多方面 真的要整個國家 好好地來討論 但是我們目前是 這個國家 沒有能力 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想那麼深 這也就是為什麼 在學術界裡面 今天我們在這裡 要談一些問題 是希望能夠慢慢地 建立一個全民的共識 所以我 再回到台灣的問題 我說農業好了 今天 我說沒有水啊 政府說修根的土地要擴充 到苗栗 台中這一代 修根的土地要多增加兩千公頃 還是多少 但是我們知道嗎 台灣目前是 糧食的供給力 只達到百分之三十左右 其他都是從外面買進來的 可以說是世界最糟糕的國家 和糧食供給力 那麼低的國家是很少的 但是你如果到美國 美國會稱讚的時候 裡面台灣的了不起 美國農產品的消耗 人均消耗 美國之外 台灣是世界第一 這是值得我們高興嗎 值得我們高興嗎 特別談到糧食的問題 也是因為等到二十五年年 人口增加到七十二億的時候 糧食會不夠 糧食會不夠 我們那個時候 不是七十二億 九十五億的時候 糧食需要增加到兩倍才夠 但是如果看環境的變遷 好像在威脅著我們 或者是我講太久 如果我們環境惡化的話 糧食會減少一半 所以很有趣 如果在聯合國FAO 他們的組織裡面說 二零五年年糧食會減少一半 同時他說糧食需要兩倍 世界會不亂嗎 我剛才說我們人口增加太快了 二十五億 在台灣是人口減少得最快的國家 好嗎 有人搖頭不好 但我剛才不是講嗎 台灣人口每平凡公里有六百三十個人 不是太多了嗎 我們如果大家要回歸自然 回歸太陽的話 那我們台灣人口不是太多嗎 當然人口減少的話 我們會有一些痛苦的 年紀大一點的人 他自己做工作 不要依賴我們的下一代 努力自己維持我們的生活 但是如果真的是 依照我們預測的 二零六年年 台灣的人口下降到一千六百萬 六百萬人 那麼 人口減少三分之一 人口減少三分之一 這台灣是 好嗎 不好嗎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我們要做的決定 政府在經濟不好的時候 要鼓勵消費 鼓勵消費 我們都說這不對的 鼓勵的是鼓勵投資 投資到再生能源 或者是節能的工作 或者是社會的改造上面 可能是對我們的下一代是有用的 人口減少 如果減少的話 我們單位面積的壓力也比較少 人群的享受的陽光也比較多 但是這轉變 我們要做些犧牲 我們在超代的地球上 以為我們可以不犧牲 不轉變 就這樣子過 改善我們的生活 以過去的方式 物質素的改善 這樣走下去 我們可以走通的 我想是完全是不對的 所以今天在這裡 提出一些問題 讓我們大家來討論的是 台灣怎麼走 台灣怎麼走 台灣的經濟怎麼發展 真的是要繼續把農地徵收 變成工地嗎 繼續 都是無止境的開花 進了很多大樓 我們吃的東西 真的是要吃那麼多肉嗎 這些 關係到我們人類的衣食住行的各方面 我們確實是要好好的去探討 我們是看到像歐盟他們的政策 日本他們想做的努力 跟我們目前走的路 我是非常擔心的 最近 常常有人也提起 大陸的發展 在過去的三年半之內 它消耗的水泥 是美國一百年 一百年之內消耗的水泥一樣多 而他們還在發展 他們要到2030年 二氧化碳排放才會達到一個peak 至少 習近平說 中國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 2030年要達到高峰 然後下降 今天我們也說了 我們都盼望著說 好 COVID-21 今年的年底 我們在世界上看到一些決心 真的要往這方面努力 但是台灣我們真的要努力 我們真的要努力 要整個社會動員起來 我們在極速減淡 怎麼減滑 怎麼減滑 大家要有共識 來好好的努力 我今天不再多說了 已經超過我要講的時間 我們有時間 等一下我們可以深入地來討論 我們面對著很多很多的問題 好 謝謝各位